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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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好像也沒錯,不過他幫你強迫的Dupert Zell 嗯 看一下他的那個結構 喔,這好像是正,就是他是Arder好像是正常 因為我從 我從那個Material Project上 下來下來的這個也是 我用那個也是 也是Arder 這也是Arder 就是這個FCC好像他辨別不出來 Box好像是歪的他就辨別不出來 那看一下他的那個長度是多少 剛剛你直接下載架 長度 跟剛剛那個有成比例嗎 沒有,這是兩個不同的結構 兩個不同的東西 這個是 綠花納 這個是綠花納 對,他長度的背數有成比例嗎 因為都是同樣的對線性 喔 看一下 要酸一下 沒有 應該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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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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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啊,要不然到底又要放進去查一下啊 怎麼轉原子的位置 對 這原子轉出來了 它相對位置有沒有 兩顆原子之間的相對位置 有沒有跟原子的一樣 好 你去看一下 就是說有沒有辦法藉由這樣方式排UNICELL 或者是這個為什麼會排到變這麼大 好 我去查一下 還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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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好 好 人 來 你收據你再自己去查一下 好 我們那看上去好像他確實是一個規則有夠大 你看一下兩個月子的相對距離跟 QE算出來了是不是 是不是差不多 所以就是 就是看他 看他 這這一顆跟 你這個是不是可以直接轉 點兩顆就知道 然後有一個錘子可以點兩顆就知道他的距離 看一下齁 現在 我也不知道 我 我找不到他 UNICEll的話 是哪一顆 因為他找不到斜的 正常好像是斜的但找不到那個斜的 因為正常應該是找 就是 這邊對 會有一顆 不知道是哪一顆 不知道這一顆還是 這個是平斜的 看起來不太像 那我再我再去算看看 還是我可以就是 呃 就是直接 如果能直接換算原子位置就不用靠LAMS 如果 就知道他那個數學 怎麼怎麼 怎麼 座標是怎麼轉 可以啊 好 那我兩個方法 試試看 他就爆一下片 這禮拜找的是那個 鐵個系的 他用 就是他 配出一個新的 呃 用 NNM1M做 那個 適能 這樣 有VTING嗎 VTING 呃有 就二元三元 韓國人嗎 也沒有 這是美國 什麼 阿 阿拉 什麼巴 什麼 阿拉巴馬 這個配合 一直每年都成長 應該 平時成長 幾年 5到6 他用變 他用變 浪漫變低 對 然後他就是用 那個鐵個系 以前沒人做過 然後 然後來做 然後這個是他 他參考 很多篇那個 一元的參數 就別人做的一元的 然後他也是超別人的 對 然後就是他超各種 然後 比較他們的 實驗 BaseKey有好幾個 MVM的參數 欸對 他最後決定要用哪個 那是什麼依據 他沒有 講他 那個 用什麼依據選哪一個 他就是 教訓你的PayPal上傳了嗎 欸有 再看看 你不要再記得 因為有些重點 我會把它印出來 OK 沒有這個禮拜一要看的重點 就 要用的時候我會 去查 查mnote或者是查 我們那個 寄的那個 email的地址 好 所以要做一個備份 PDF我都 我都上傳 對啊那 他這邊沒有寫 他選擇 哪一種 的理由 那每一個 查通的好幾組 是 任意挑是不是 欸 對啊 看一下 他就說 他們 他 採用的這些 MVM跟他計算的一樣 OK OK 他沒有寫 他是 他是 喔他超這個 189 應該是同 同一個 189 可能就包含了 這三個參數 欸 他應該是超18、19的 然後他再跟其他的 做比較吧 對 正比字都差不多 對對對 應該應該是這樣 OK 好 這是他的一元 然後這個是他二元的 那他二元的 鐵系的結構他選的是B2 那雖然鐵系 自然界 會有B1跟這個B20 但是 就是好像會 就是他們好像不常出現吧 所以他們就選擇 B2這個結構 但他他都有做 就是他B2跟B20 他都有做出來 B1 B1 對 應該是這樣 這樣 啊他用哪 哪些reference data reference data 欸 好像是 參考實驗的吧 就他說這個實驗 然後 他說 呃 那個 那個Paper的結果 好像 就是 不是很接近吧 就好像算出來 就是他用這個B20的結構算出來跟他查到的那個Paper的 數值好像不是很接近 所以他就選擇B2這個 比較接近 對 對 然後 而且 這個他們的那個鐵各系的這個系統 好像因為 系的 那個 參雜的比例比較少 所以 就是 整整一個 一個這個 這個合金他好像原本就是BCC 系統 所以他就選擇BCC 對 因為系的參雜比較少 但是各系他這個 他是有這個 這個 立體的 這個結構 然後 很像 B20所以他就選擇 B20 就不是選擇 B2這樣 對 那就是他 他的那個 導的 C Max 嗎 C Mini 嗎 他 呃有 在 這裡 欸這是三元 二元的好像 他的C Mini 嗎 欸有啊這裡 B20出來了 對對對 B20出來了 所以範圍 要說有落在我們的 區間嗎 範圍 對啊 我們設的是 Minima 是 0.1到 0.99 而已 他這個好像超過了 1.2 Minima 的部分 但這是細了 有2.2 所以也有2.2 對啊 就是 還有 Maxima 是2.8到2.5 嗯 還有 有2.2 所以他們在 Fitting 的時候 Maxima 上下界 就是2.2到 2.8 然後Minima 就是 0.1到 2.0 對不對 欸他他好像 沒有說他是用 他怎樣 Fitting 他 他是用什麼 M 這樣來看 好像是這樣子 喔 對不對 應該 Maxima 最小值 就是2.0 喔對啊 對啊 2.0 喔對 就剛好 嗯 應該 那應該是這樣 所以 阿三元的是不是也不這樣放 三元 三元他們就 用經驗公司來搞 我看一下 三元 這是三元的 但他好像沒有給三元的 喔這個 喔就這個 0.2 2.6 對他們也是用0.5 0.5 0.5 OK好 所以 我們也有一個可以參考的 嗯 就是 就是可以跟他們的調的這個 CMAX 秘密一樣 一樣 那他們Fitting的結果 跟實踐的結晶是不是 欸 對 就是 他們 這個是他做那個體積魔術的 然後 右邊這張圖是 他 他跟他其他paper做的比較 比較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 他這張圖是 做對鐵做那個 那個 彈性常數的 那個 他只做 只對一元做 但 一元他不是也是超別的嗎 所以 我不知道 他 他這個是什麼 什麼意思 就是他 他對他這個 Fitting完的三 這個 鐵 各系的那個參數 然後 但是他模擬 只模擬鐵的 那 鐵的一元他不是也是超別的 那 跟那個別人 為什麼要做這個比較 是比較鐵 確認 可能就是對啦 還是確認他的模型 其實可以2P人家貼過 好 反正就是他 他 他這一張圖就是說 他 他們做出來的這個M1M 跟別人的 誤差不大 就是這樣 但 我想說他也是超別的 那個 所以這篇我們 最值得參考 就是他那個 MAXMA MINIMUM 對 然後這一個就是他 做二元的 Fitting 二元的那個 那個什麼 鏡像 鏡像盤數 然後跟 之前的 筆歌 還有 DFT算出來的 就是 那個趨勢是 你這個材料在做什麼 這個材料 呃...什麼... 石化... 加熱 是已經生產過來的 還是... ㄟ... 我看一下 個體 什麼第四代 核反應 這邊的 的... 的... 個... 呃... 細... 他說細長作為這個的 添加劑 可以 虛格 經解 好 這個材料是 他設計出來了 這個目的是不是 好像 已經有在用 就是他這邊有講 就是被用在 用於實現 那個核燃料的外殼 對 他這邊寫 所以應該是有 有生死的材料 然後 是用來做核 核燃料的 然後這個是他的那個 熱膨脹係數 就是 分別是鐵 各系的 然後跟不同 那個他們不同的 Potential做比較 然後就鐵的趨勢是長 差不多 然後 各的也長差不多 那細的是因為 之前沒人做過M1M的 細的 之後做這兩 這兩種 之前做這兩種 所以 他也拿過比較 然後他說 他說其他這兩種 呃 跟實現值是蠻接近的 所以他 但 但我看他這個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蠻接近的 就是 感覺好像差蠻大的 但反正他說 他說這樣是 就接近了 就是 對 他說的 然後下面是 呃 就是 也是鐵各 系的 一些比較 然後就是跟以前的 跟之前的一些Potential 有趨勢都是長 差不多 所以 應該是蠻 蠻準的 然後他之後他做 就是把它變成 把那個 合金模擬出來 然後是用鐵 86 個12 72 然後這就是他做出來的一些 那個 鏡像分布 然後 這個是他模擬的溫度跟步數 這個感覺不是很重要 然後這個是他模擬出來的 就是0K跟300K的 對 這種可以登到這個期盤 對啊 就在模擬 等一下自己 對啊他就 系統超穩定的 這種Boteta 對啊他這邊就 到美國人 美國人就 投自己美國的期盤 就算高 對啊 對啊那個什麼 阿拉巴馬大學 對 對啊 阿拉巴 英雄而已 又多 但我剛才查了一下 好像 也有擺大還是什麼 好 這邊就 差不多這樣